字幕志愿者 blessings HER retention 白里青中毒 朱砂瘾等 卑鄙 你们竟然下了石箱软金伞 刚才近来是闻到的那种香气 就是具有散工与令人麻痹之能的毒香吗 百里青 劝你不要妄动 石上可是有毒的 百里青的那根金线杀人于无形 一旦靠近 就会被绞杀 本座素来善良何 苦度众生 心怀慈悲 到底何处得罪你 竟然要娶我这活菩萨的性命 娶 你是何人 装使救我 小女是这无耻卑鄙的燕人抢了的民女 这燕人杀了小女爹娘 日日七零于小女 逼着小女堆石 就装使救小女一命 为民除害啊 堆石 强抢民女 干嘛 准你无耻不准我卑鄙 那可是来杀你的 关我什么事啊 当然可以了 不过 徒儿 你真让为师伤心呢 明明昨日你才说 替我去查验京郊百姓所见的生词 为何今日就要弃为师而去 你这个奸诈恶女 敢耍我们 听说天理教勇士极为汉勇 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只可惜 真正中毒的不是我 而是你们 你们马上就要死了 我说八道 既然你知道了我们的身份 就更留你们的 又我杀了这羊女 你 什么时候下的毒 我一进门就闻到房里的香味 有罕见驼泥灯芯草的味道 小女不才 却正巧最喜欢研制香气 此药能麻痹神经 而且要是红花 想必你们都先行服用了解药 我便顺手加了点 克制红花的香料进去了 否则 你以为我为什么浪费 这么多唇舌拖延时间 你不知道大战时 废话最多的人死得最快吗 果然是为师的好妥 师父 您中了陀罗尼这么久 何必撑着强卤之末呢 如果您现在死了 所有人都会以为您是被天理教的人杀掉的呢 怎么 爱图 你想杀了为师吗 师父 您怎么能把单纯的我想得与您一样卑鄙无耻呢 实在是太伤我的心了 无耻了 你们师父都一定要无耻了 单配 徒儿只是想趁此机会 好好孝敬您老人家而已 您放心 这可不是什么毒药 这一红一绿药丸乃是一对 一面是一对子骨虫 叫赤梨虫 瘦骨之人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唯独有一点 吞了这一对虫子的人 身体不能有超过一双手面积的接触 否则绿虫子便会非常难受 他一难受 受主也会难受到大小便失禁 师父这么高雅的人 失禁了多不好啊 原来爱图如此讨厌为师的触碰我 师父 您总要为木儿的明节考虑一下 知道的人说师父是不拘小节 传道授业之法特别 不知道的还以为木儿和您一样不要脸呢 师父莫要生气 木儿向来是尊敬师父的 敢问师父 如今要怎么处理这些胆敢冒犯您的天理教徒呢 目的达到了 还是得给这个记仇的老妖怪生生忙 天理教在南边闹得颇有声势 蛊惑了不少人入教 这种教会目的不准 一旦集结 极易成为祸患 百里轻易道指医下去 强令官府和驻军镇压此教 自然是成了这些教徒的大敌 留下首范与三名教徒 其余之人 杀无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